那我就打开看看 金 金砖 这竟然是满满的一箱金砖 我的天 这得多少钱了 这下发大财了 十三哥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让你假装一下我男朋友 见一下我妈 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咱们还没确定关系就开始见赵女娘 主要我妈明天给我同时 安排了跟几个男的相亲 一时间也只有请你做做我的挡箭牌 把这些牛鬼蛇神轰走了 明白了 做挡箭牌 我是相当的有经验了 放心 这个事情交给哥 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妈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十三 阿姨你好 我是十三 开什么玩笑 琪琪 前几天我都还听阿姨说你单身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男朋友了 阿姨 这男的肯定是琪琪找来欺骗你的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我说她是我男朋友就是我男朋友 你管得着吗 卧槽 我的心好痛 琪琪这么漂亮的一颗白菜 眼看就要吃到嘴里了 怎么就给这个小子给拱了 不行 我一定要把琪琪抢回来 琪琪 你怎么跟刘公子说话的 一点礼貌都不懂 快进来坐吧 时间刚刚好 准备可以吃饭了 十三 之前没听琪琪说起过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收入稳不稳定啊 阿姨 平时我就是到处打打杂什么的 收入不是很稳定 媳妇比较大 一个打杂的收入能有多稳定 也是 每天多捡几个瓶子 收入就上去了 可惜瓶子不是天天都有得捡的 那自然就不稳定了 琪琪 你说你找男朋友怎么找了个这样的 就他这副穷孙样 你以后真的跟他结婚 受苦的还不是你自己 就是就是 我们这几个里面 你闭上眼睛随便选一个都比他强啊 你跟着他不会幸福的 哼 邪和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你们不是琪琪 怎么知道琪琪幸不幸福 幸福不是靠嘴说的 爱情是需要金钱的滋润的 阿姨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天山雪莲 这只八万八千八 吃了可以赢年一收 青春用猪 八万八千八的天山雪莲 我滴乖乖 看着真漂亮 不就一朵破雪莲吗 也好意思拿出来送阿姨 也不嫌害臊 阿姨 您看看我的 这是我专门为您挑选的海质蓝宝石项链 单单中间的那颗宝石就价值一百万 这可是意大利名师设计的 配上今天阿姨您这身衣服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阿姨 这个只是第一条 日后我要是跟七七结婚了 保证还有很多条 一条破项链就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上百万很贵嘛 这不就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而已吗 阿姨 您看看我的 这是我装能请人打造的纯金兽陶 按照目前的金价也就五百万左右 只要七七跟了我 我再送您一个比这更大的 我的天啊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金兽陶 卖女儿是真的爽吗 我的意思是我女儿要是真能找到一个这么爱她的人 是真的爽吗 怎么样 达达的这位哥们 你给阿姨准备了什么见面礼啊 我的比较普通 没有你们的这么经验 给阿姨带了一箱我们家乡的特产 什么特产这么重 该不会是你家乡的砖头吧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有透视眼 七七 你怎么找了这么多玩意儿 第一次见丈母娘送家乡的砖头 十三哥 你不会真的提了一箱砖头来吧 放心吧 七七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阿姨 这可不是一般的砖头 你打开就知道了 相信你肯定会喜欢的 够了 七七 你这男朋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有谁会喜欢砖头 赶紧把它轰出去吧 把这箱砖头也带走 别留在这里碍眼 就是就是 就算你看不上我们 也犯不着找这么个傻学来当挡箭牌吧 妈 你就打开吧 我相信十三 这箱子里面的东西肯定不一般 好吧 那我就打开看看 金 金砖 这竟然是满满的一箱金砖 我的天 这得多少钱了 这下发大财了 哈哈哈哈 我吵 这居然是金砖 而且是满满的一整箱 这家起来起码有三千万吧 怪不得这小子这么嚣张 什么时候打砸的也变得这么有钱了 见丈母娘送金砖 她是在金矿里面打砸的吗 你们可不要被她骗了 一个臭大杂的 怎么可能送得起金砖 这肯定就是一箱在表皮涂了黄切的砖头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刚在金店买的 每一块都带有专属的鉴定表 保证九九九千足金 货真价实 我知道阿姨平时就喜欢金子 所以除了这箱金砖以外 我把那个金店也买下来了 从今天开始 阿姨你就是金店的老板 里面所有的黄金都是您的 金 金店 我没有在做梦吧 十三 一家金店少说价值上亿 你不是说自己是打杂的 收入不稳定吗 怎么会如此有钱 莫不是在欺骗我这个老太婆吧 妈 十三的收入不稳定是指她名下公司太多了 有时候一个月赚个十一八亿 有时候赚个百八十亿的 所以这个收入才会不稳定 我只是想告诉阿姨 在我眼中 七七是无价的 不管多少钱 在七七面前 那都是不值一提 真是开了眼界了 这里物俗是俗了点 不过我很喜欢 真的是太喜欢了 哎呦 十三哥 你真是太棒了 没有让我失望 当然 我说过 这可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 七七 这么好的女婿 你怎么不早点带回来让妈见见呢 这样我就不用给你安排这么多相亲了呀 阿姨 你是什么意思 您是默认这小子当你女婿了吗 是的 他的诚意很有分量 我相信他也肯定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那我刚才送你的金兽桃呢 那个金兽桃啊 你带回去吧 还有你们两个的天山雪莲和钻石项链也带回去 我受之有愧啊 既然七七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相亲的事情就算了 天色已晚 我就不送你们了 走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门关一下 谢谢 果然还是败给了现实 谁让你不是土豪呢 没实力只能退出了 我亲爱的七七 这杯子注定跟你们要远分了 十三哥 事情已经办好了 那的金典和金砖你拿回去吧 不用 区区几块金砖而已 就当给阿姨的见面里了 我送得起 至于那个金典也就价值个把两个亿 就当给你的年终奖励了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 啊 这奖励是不是有点财归重了 这算什么 平时给我动动小手点个赞的老铁 我都送他一个亿的 更何况这个区区的小金店